2月23日下午1点半,十几名中国访民聚集在美国国务院外,试图拦下中国外长王毅乘坐的车辆,诉说冤屈。 王毅当天下午在美国国务院与克里国务卿举行双边会谈,并且召开联合记者会。 访民梦说,他们去年成功拦截了习近平的车队,习近平派人接受了他们的壮旨,但是如今五个多月过去了,毫无音信。 县区洛杉矶的来自上海的访民袁建兵说,在得知王毅访美的消息之后,他连夜乘坐飞机赶来华盛顿。 他说,他想知道自己递交给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材料是否转交给了习近平。 给我一个答案,材料交了没交,结论怎么样,什么时候能够来给我们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,至少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机会,一个平台。 袁建兵说,他在中国维权的过程中,自己六个月大的婴儿被上海法院抢走,被作为筹码来强制他接受法院调解。 现场的许多抗议人士是由于房屋被政府强拆而走上上访之路的。 王毅是外交官,来美国是为了讨论、朝核以及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国际事务。 但是上海访民蔡文精说,他们拦截中国官员车辆的目的,只是想成员得雪。 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说话,你来一次,不管你中国哪个官员来,来一次我们就想办法去跟你结一次。 我们的数据就是这么一点,如果不解决,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权利。 还有这个文化大革命抢去的。 同样来自上海的访民陈黛丽说,他们都是被逼无奈,才走上美国上访之路的。 我们在中国你有生存的权利吗?我们没有生存,我们要为自己的财产,但比登天还难。 然而在美国,拦截车辆可能造成伤亡,并受到法律追究。 不过袁建彬指着他的抗议标语牌对记者说,为了他的儿子,他不惜付出生命。 拦截车辆的行为在美国也是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,但是对于一个为了孩子连生命不要的人,我相信尽管为了法,即使上了美国法庭的话,我相信法官也好,陪审谈也好,都会站在我这一边,都会站在我这边。 在访民们等待王毅车辆出现的时候,五名中国年轻人举着中国和美国的国旗也出现在国务院外,看来是要欢迎王毅。 你们拿五毛钱,好意思吧。 访民当面骂他们是五毛,这些年轻人不久后离去。 访民们在雨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,但是没有拦到王毅所乘坐的车辆,不过他们表示他们还会寻找其他机会拦车上访。 美国这一末语,任宇扬,华盛顿报道。